中佳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曉君 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愛在基隆 允許今生 讚 基隆市長劉昌等人共同宣布 110年基隆市民聯合婚禮 4月22號開放報名 在市長支持下 今年更擴增到50對名額 希望鼓勵更多新人參加 我想這個也大概是 有史以來最多的對數 那代表市長對發展 基隆市甜蜜產業的一個重視 那我們也非常積極希望來打造基隆 做一個甜蜜城市 一個幸福城市 除了名額增加 6月22號基隆市民聯合婚禮舉辦地點 也選擇在即將修復完成的歷史建物 政兵就餘會大樓舉辦 讓參加新人有一個難忘的古蹟婚禮 選在這個地方也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整個 這個政兵色彩屋周邊的 觀光跟景觀郎帶的未來的起點 那所以從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找到很多很好拍 而且是很漂亮的這些景點 包括致命運會大樓 包括周邊的色彩屋 阿根納 和平島等等 參加基隆市民聯合婚禮的新人 不但有廚師積極眾多在地業者 加入的豐厚嫁妝 還有機會抽中15組郵輪蜜月行 及兩家範例業者提供的蜜月套房等大獎 長期贊助活動的基隆清安公主委童勇 也以自身經驗鼓勵年輕人 不要怕結婚生小孩 有人跟我講幾句話 如果生出來 他就帶女婦來 不用怕沒人要吃 所以我生六年 這六年生不得的 我長生十一年 五年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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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都十一年十一年 這不是元婚的 所以希望說 不用怕那三年不負擔 為了避免出現名額秒殺情況 明證書方面表示 今年報名方式 與去年相同 在4月22號當天報名截止後 將立即進行抽籤 讓每一隊想要參加的新人 不用再熬夜排隊 就有機會參與 基隆限定的浪漫古蹟婚禮 記者 張啟騰 基隆報導 這個是從剛剛那水平的兩接近 從這邊 從這兩個孔 他到時候會鎖那個固定的 跟接軟桿 直接到他軍艦上面這裡 直接到軍艦上面 對對對 那他口徑是200的 所以他口徑是200 這處位於基隆港 東四號碼頭 港務警察總隊後方的 輸水設備 就是運水船接收 致海水的地方 透過突破圍牆的這兩口 大口徑水管 將水輸送到運水船上 由於中南部旱向持續 相對來講 大台北地區 水庫蓄水量充足 像基隆近期 因為時有下雨 新山水庫就接近滿水位 公水無魚 甚至有餘力支援北水南宋 因此經濟部水利署 載水公司與工部方面 超前部署 計劃與軍方或民間運水船 從基隆港出發 載水支援中部缺水地區 載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 方面證實已經做好相關 設施準備 就等中央指示 據了解 民國91年 致海水第一區管理處方面 也曾從這裡輸水到運水船 透過海運再送到外島馬祖 不過還不曾使用運水船 支援本島用水 記者 張啟燈 金融報導 和德安閃亮柔力球隊的 大哥大姐們 隨著音樂節拍一起練球練舞 兩個月來新進隊員 張秉均的努力和表現 備受練球資歷 平均有八年左右 資深隊員們的肯定 不管是正八或是倒八的 基本動作 雖然偶爾還是會調球 但是已經可以和團隊 一起舞完一首曲子 兩三個月打得 他打得不錯啊 他很認真 真的很認真 兩三年會比較好一點 對啦 你如果差不多半年 還應該不成這樣子 看似柔和的柔力球運動 其實要舞動完一首曲子 不掉球並不容易 特別是進入難度更高的背後翻拍 以及梳頭等高級動作時更加不容易 膝蓋受傷開過刀的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 希望藉著柔力球運動健身 因此在兩個月前加入了中山區 德安閃亮柔力球隊 4月18號更會和隊友們一起參加 在基隆市舉辦的全國性會長輩 柔力球錦標賽 看似簡單啦 但實際上我覺得這個運動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他其實可以做到的是全身運動 而且他比較不會有運動的傷害 那早期會覺得柔力球是可能比較適合 年紀比較大的人 但實際上參與到的時候 才會發現到這個運動是非常的好 可以讓我們全身舒展到以外 還可以鍛鍊自己的體魄 我們在4月18號台灣體育總會 有舉辦一個會長輩 柔力球錦標賽 就是在我們基隆舉辦 那秉均其實也是要到現場 參與表演的一個會員之一 那我們也希望把這個運動 推展到變成全民的運動 讓大家可以來共襄勝舉 來共同運動 張秉均的努力練習 獲得資深隊員們的稱讚和認同 真正不是來運導遊 真正是來運動連身體高邊遊啦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一如往常出院準備轉介護理師 尤小為和院內居家護理護理長洪淑萍 一起到病房關心罹患有失智症 生病即將出院的宋阿伯 有說有笑 不過剛入院時 宋阿伯則是送來急救 甚至一度要申請進入安寧病房 在基隆長根醫院醫生和護理師 積極治療以及初備轉介師 尤小為細心耐心的協調醫護人員 以及病患家屬和政府長照機構 各方面的意見和需求下 阿伯終於準備出院回家調養 讓家屬由衷感謝尤小為的幫忙 也很感謝長根醫院出院準備的團隊 那我們在後續要返家 有一些疑問或是困擾的時候 其實他都有給我很多指引 比方說要回家怎麼做 然後我有在照顧上的需求 他都會給我一些建議 甚至幫我做一些轉介的 一些後續的規劃這樣子 17年來病患入院出院再入院 在出院轉介長照機構 或是需要呼吸器以及輔具等 不知經歷多少服務情況 頂住來自面臨生死關頭 病患家屬害怕不解 以及一開始不信任 和隨著病情不斷改變 醫療以及長照需求的種種壓力 尤小為依舊頂住壓力 堅守崗位服務病患和家屬 獲得2020年衛福部頒發經典獎 長照組個人獎項的最高肯定 我們都會接觸到很無助的家庭 還有很無助的家屬跟病人 那支持下去我們是給他們一個 在決定上面的一些資訊 然後並且陪他們走過這段路 給他們資源 讓他們再回到正常的工作跟生活上 然後他們的感謝是讓我們走下去的力量 我們覺得最掙扎跟困難是家屬的決定 還有他們的認知 有時候要花很多的時間跟他們溝通 讓他們去了解這件長照的事情 是對他們有利的並且有幫助的 並且讓他們在後面能夠真的了解跟使用的 這個需要花掉很多的時間 很多人都不知道大醫院裡面 還有出院準備轉介護理師這個職務和服務 以基隆長根醫院來說 民國86年開始就已經在院內推動這項服務 近十多年來隨著長照案件需求 越來越多 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出院準備轉介這項服務 結合並銜接提供各項病患出院時的 長照資源益助 讓醫院不再單打獨鬥 一起服務病患和家屬 政府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的福利 也讓我們的轉介主 他在執行長照服務的時候 能夠即時性的一些評估病人的需求 然後後續的話跟照管中心的接軌 也是非常的密切的 而就算像是基隆長根醫院 這麼大型的醫院 出院準備轉介護理師也只有四個人 要共同負責基隆長根醫院 每個月出院大約六千個人當中 大約有十分之一 六百人左右 通報進出出院的準備案件 其中平均每個月又有三十件 要通報給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銜接出院後需要各項 長照資源的案件服務 由小維說受到病患和家屬 感謝的那一剎那 所有壓力頓時就轉為再繼續服務 下一位病患和家屬的堅強動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這輛九人坐的箱型車停靠路邊 小朋友陸陸續續下車 但數一數一二三四五 陸續有十位小朋友下車 但還沒結束 這時後車廂打開 其他四位小朋友下車 而這台車就擠了十四位的小朋友 經查這一部車 它是有登記的交通車 不過它沒有依照我們基隆市交通車管理 辦法在車身去做符合規定的標示 民眾拍下這輛白牌車違規在學生上課 完全沒有把安全當一回事 而這樣情形在基隆不算少見 很多家長會把孩子上下學接送 交給安清班或者是白牌車接送 它如果是有超載學童的話 那我們也會依據處罰條例 第三十條的規定 會予以處分 我們每個月都有跟基隆市交易局配合 還有檢查聯合機查到學校附近 去攔查幼童車 還有在運學童的車輛 那一旦有發現違法的部分 我們都會單查予以測單舉罰 而依照公路法規定 未經合法申請 就用來運輸營業車輛 可罰十萬元以上到兩千五百萬元以下的罰還 如果又超載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可以罰三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的罰還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可愛的金魚在水竹箱裡悠遊 有紅白黑色還有紅色白色 這條全身紅的金魚叫做水泡眼 眼眶底下長著兩個半透明的水泡 像是氣球一般相當的討喜 還有這一條身上具有珍珠般的鳞片 兩頭尖尖身形鼓鼓的又稱為豬林 外型像是河豚一樣 讓來參觀的小朋友相當好奇 黑色 黑色 這隻呢 白色 對 你看有黑的有白的 一般的魚眼睛都在旁邊 對 那這種金魚看起來就是 感覺跟人一樣 眼睛視線是在前面這樣 來到水竹館 映入眼簾的是古代宮廷的園區 庭院前的水池 飼養各種品種的金魚 一旁傳來正正優雅的古增旋律 原來這是海歌館 宮廷娛樂特展 特別與故宮合作 除了時空倒轉 設置有牛與花香的庭院 還將古代皇宮貴族飼養金魚的場景 搬到現實生活 讓民眾勝利其境 魚類其實跟我們的生活是緊密關係 從以前的歷史一直到現在的文明 完全都沒有脫離我們的生活之外 其實也告訴了我們 在我們的現代社會 我們固然可能不會玩它 但是我們其實一樣要愛護它們 因為它其實是跟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的生命的延續 其實緊密關聯的 那這樣的一個特展 其實是把大家一個非常精華的 這個包含我剛剛在講的畫作 或者是在講標本 以及海洋 我們這個海科館這裡的一些非常精品 很漂亮的這些金魚 我們把它整個做結合 來做這樣的一個演示 主要是瞭解說在古代 在科技不發達的時候 我們古代的中國人 人類如何去娛樂 如何去紓壓 然後如何用它們這些花鳥蟲魚 製造出一個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除了水泡眼 株林金魚之外 還有這一條龍金蝶尾 特大的雙眼 尾其張開 像是蝴蝶 飄移優雅 是金魚中的龍種 價格不菲 它最早其實是野生的雞魚 然後有些提色會有變異 然後人類就把它選起來 把漂亮的金魚把它養起來 然後也變成到現在金魚 有非常多的品種 有貝齊的跟沒有貝齊的 那有貝齊保持原來的樣子的話 像玉蘆液啊 像很多的品種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那沒有貝齊的話 像藍獸啊 或是說 那比較特別的還有那種眼睛有變異的 像朝天眼那也是其中的一個 那你來我們現場的話 大概各種比較重要的品性 你都可以看到很漂亮很珍貴的一個魚 在我們的現場 美麗的金魚在水中悠遊 讓人心情放鬆 週休假期準備好去哪嗎 不妨來到海科館 一邊聽著古典樂聲 彷彿穿越時空 體驗宮廷人家養魚的樂趣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您知道紅糟 雞捲 炒年糕 沙茶炒豬肉 豆芊等傳統美食 是從哪裡來的嗎 這些有著歷史情感的傳統美食 可讓中和國小孩子 吃得津津有味 我覺得這個年糕很好吃 我最喜歡吃的是紅燒 因為它的表皮脆脆的 味道也特別好吃 這個是豆芊 我在大陸也很常吃 福建 這很好吃 讚啊 我剛剛有到那個小朋友那邊 跟他們去講這個繪本 他們不是每一道菜都有吃過 那我就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把這些菜 通通一次給它上桌 讓孩子更能夠了解 它的先人到底是從哪邊來 每一道佳肴都有故事 中和國小結合 從唐山吃到基隆這一本繪本 將七大族群的美食搬上桌 作者是基隆媳婦 蔡佩玲 讓我們中和的孩子呢 能夠真正的品嘗到這本書裡面的 精髓中的精髓食物 那從嘴巴認識一個文化呢 是最直接的 那這個感觸也會最深 那這一本書裡面呢 介紹了七個族群的七個食物 那這七個族群裡面呢 都含以富含了我們基隆的特色 從美食連結歷史文化 不只吃 還有食作 客家文化中的麻吉 要揉得好吃可有秘訣 這個是剛蒸好的 所以它這樣一捏就斷了 它沒有黏性 這個是揉過很久了 然後它這個Q度就是 黏得很久 有沒有 跳脫傳統的教學方式 獲得教育促場好評 與文化局以基隆為歷史背景而出版的 誰來基隆系列繪本結合 擦出了不一樣的火花 綜合國小它把文化局出版的繪本 從唐山吃到基隆變成了 今天小朋友的營養午餐了 那我帶回去請我們的營養師呢 經過以營養的角度去做調整之後呢 我們推廣到全市去 大家一起來吃的營養又有文化 日後品嘗基隆美食時 腦中就會浮現基隆的故事 這來自各方的族群 在基隆共生共榮 創造了基隆豐富的飲食文化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懂得聰明選車 繳納牌照稅 我也有一套 現在只要手機下載行動支付APP 掃描繳管束上的QR Code 就可以輕鬆完成繳納 當然其他儀化方式也可以 還有多元繳納管道任你挑選 多元管道超smart 輕鬆繳納動起來 慈平市的財神店 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政神等 求財不應的相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平市 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盡 慈平市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信眾願養 到了慈平市 可千萬別忘到財神殿殘敗喔 基隆慈平市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禦佛節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平市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略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平市 音樂 幫幫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讯息的最后 要求多转传多转发可以吗 好的正确的当然可以 但不对的讯息就到此为止吧 专家集团深入地方 来到中山六龄学习中心 带营法长辈 看见讯息背后的目的与意义 做个动脑思索的智慧张者 做了 绿色衣服 谁 断片院士 斩甲 还有呢 还在做的示范 迷人 还有迷人 你知道很多长辈不知道怎么样去识别 所以常常发生很多诈骗的事情 那今天透过这个媒体试读的一个宣导 我相信可以减少我们长辈们 被诈骗的这种情况 老婆要这么多 不要给人家欺骗 诈骗计划很多 都打电话都要借钱 就很多的诈骗人一直在问 我们这没办法 我们七八十位 加强自己注意一点 现在的贾进行是非常非常的泛滥 因为所有的媒体 居住都被人家掌控住 一般的观众也很难去判断 是什么是真的是假的 天然我们不知道的话 就是以后真的要小心去查证 不要随便乱传 人云亦云这样子后 往往都是变成一个帮凶 把假讯息又扣大出去 造成更大的伤害 在资讯选择众多的时代 诈骗与假新闻层出不穷 一不小心悟性就会对银法族生活品质造成变数 加入终身学习 有助于公民继续维持适应社会的能力 拥有媒体适度的素养 最好的方式不是不看消息不看新闻 而是要多参与社会 多和朋友交流走动 有机会表达就可以接受四面八方的看法 进而思考 养成更强的媒体使用能力 来增加生活的乐趣 以法族不只当年龄的赢家 也要当新时代资讯运用和交流的赢家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曾经获得台北美术奖和高雄奖 双料得主艺术家陈建荣 这次各展以Finders Keepers为名 作品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取材 在以社群软体IG变形再致 不断叠加不同的影像呈现出都会空间和机械文明的状态 那事实上我本身就是对平面性的东西很感兴趣 尤其像是有一些是建筑图像的作品 或者这边是另外一个系列 比较是飞行器 玩具模型或建筑平面图 像我会买玩具收集这些 指导手册说明书 我觉得这些东西本身 其实就很有艺术性 它可能要在平面里面 透过一些简单的造型 或者不同角度的一些设计 它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性 那事实上这种东西 我从中我常常会自己在翻拍 再去隔放 甚至去有时候PS 或者是用很当代非常不专业的 像IG这种软体去拉图 它有时候就数位就更抽离化了 甚至变得比抽象化还要抽象 在展场当中 陈建荣特别推荐这幅作品 因为之前来台北市立美术馆 参观双年展而引发创作灵感 把建筑图像加以不同素材的转变 让这幅作品增添许多趣味 事实上它是上次的北双 一个艺术团队的 一个比较是建筑环境再造的一个作品 所以它可能有这个木座的台子 那可能有一个非常巨幅的 施工平面图让观者可以翻 那可能我翻到一个角度 当下拍的照片 就形构了现在你们所看到的画面 那当然我又做了很多转变 事实上我对这些符号 本来就很感兴趣 因为像建筑图像里面 它可能要标示 这是建物还是这是植物 那甚至植物它是夺高的植物 它是蒸叶阔叶 所以它可能必须用一些 比较抽离化的线条来表现 我们可以辨识出来的 是温带还是热带的植物 那可能毕竟是学会画出生 我就对那些图像其实各位感到兴趣 那这些白色的造型 是因为在印制转印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把纸张贴上去的那个过程当中 它可能形构了这个样貌 那当下我会觉得说 好像比原始的样貌更吸引我 甚至有一些我描绘的对象 其实是我作为辅佐用的那种遮盖胶带 那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 这种反客为主 似是而非的东西 它已经就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陈静荣表示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这种指标性的学术场馆 展出作品都包含许多生活中的廉价素材 是一种叛逆 也是具有反思的意味 欢迎观众朋友 从即日起到7月4号 踊跃到台北市立美术馆参观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台北市老松国小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 举办鱿鱼艺 校园巡回展 今年以创新之变 经典之味为主题 展出齐白石 徐悲鸿 张大千与赵无极 四位近代中国极具创新代表性的艺术家 他们各自透过艺术表现上的创新精神与诠释 为中国画坛带入一股新气象 缔造经典之味 这四位画家在我们讲的民国初年这段时间 他们在中国绘画艺术上 所经历在这个大时代当中的一个变化 他看到了可能我们这时代 当东西方在变化之际 那艺术家们在自己的角色跟定位上面 怎么样去把它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环境 对这个时代的关系 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那这样的创新在这四位画家当中 确实我们看到他有很不平凡的成就 那这不平凡的成就 其实在透过作品来带给孩子 有更多的启发跟感受 为了让学习更加丰富 学校也规划相关课程 透过音乐 绘画等画领域形式 展现学习成果 并且在中高年级培训艺术小尖兵 以孩子的视角为大家进行导览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